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DK,今天为大家讲述的中国历史名将是 法楚圣奇,指寒赵之兵,打得秦国迁都必战,成就魏国巅峰的名将庞娟 庞娟,战国初期魏国名将,相传他与孙并,同时败于影视鬼谷子门下学习兵法 庞娟后来出世魏国,担任了魏惠王的将军 但是他认为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孙并,于是暗地派人将孙并请到魏国加以监视 后来因为嫉妒孙并的才能,恐其贤于己,因而设计,让他遭受了病刑和情刑 砍去了孙并的双族,想使他埋没于世而不为人知 魏惠王28年,公元前342年,魏国进攻韩国 此年,齐国救援韩国,采用孙并的策略,直驱未都大梁,玄祭退兵 又使庞娟奸臣追击,在马林重拂大败 庞娟至穷,大叹,睡觉数子成名,之后自吻而死,使称马林之战 很多时候,人生有很多的变化而无法预估 当年孙并和庞娟在鬼谷子门下求学的时候 他们都不知道互相之间将来会在战产上兵戎相见 至于孙并和庞娟到底谁更厉害 这本来就是一个颇具怀疑的问题 大多数人认为孙并在桂林之战和马林之战中 第一战先是俘虏了庞娟 第二战更是将其杀死 就说孙并比庞娟厉害 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呢 成功者的欧歌值得被传送 失败者的低唱也应该被记录 而很多时候失败者的失败不是因为能力不够 只是站在大时代的纷乱之中 螳螂捕蝉焉至黄雀在后的故事时有发生 作为个体而言 即便有着卓越的本领 也很难成功地立反命运 本人曾经看过一篇文章 就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到 长久以来 人们对于魏惠王时期的魏国都有一种态度 即使魏国最为巅峰的时期就是在这个时代 旁军作为魏国的名将 则是掌握着魏国最强的军队 这支军队是当年经过武器训练起来的魏武族 纵横南北无从敌手 所以魏国人的骄傲导致魏国人的政策始终是向外的 魏国也因此才能法处盛旗 致韩赵之兵 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梦境 而事实上 魏惠王最成功的时期 大致是在执政的前半程 旁军活跃的时期 也就在这个时间段里 诸多的大战都与旁军有关 旁军曾经率领大军千里奔袭 攻破赵国数座城池而回 当魏国遭遇了公孙楚身败于秦国之事 魏惠王随即调兵 派遣旁军西进秦国 采取了洋装渡河 实则率军北境的办法 从秦国防御博洛口突破堡垒 攻破了秦国的核心城池朔阳 当时被秦宪宫夺取的河西之地 又被魏国所夺了回来 这也导致了秦国只能迁徙都城 以避旁军的锋芒 由此可见旁军之战役 旁军第一次败给孙并 其实正是旁军率领大军攻打赵国之时 魏国大军当时已经打到了赵国的都城邯郸附近 而齐国楚国秦国则成兵边境 随时关注战局变化 孙并采取的策略 除了包围魏国都城以外 更是使用了秦贼先秦王 设服于桂宁 正是为了暗算旁军 而旁军与孙并师叔同门 相互之间非常了解 孙并则是目标单一 旁军则是前思后绿 既要稳固邯郸之战的成果 又要奔袭救援都城 形势上本来就处于劣势 若是两国主要军力力量正面对抗 魏国或许还能占据先机 后来旁军被擒 魏国大军依然击败了齐国大军 逼得齐国大军撤击出境 可见魏国主力部队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损伤 而在第二次马林之战中 齐国人的大军则是守在了边境 等着旁军与韩国人连打五天五夜的大仗 之后齐国才发动大军 再次对魏国国都进攻 对于旁军而言则是相当的憎恨孙并这种行为 认为孙并反复运用一种策略 是对自己的极大不尊重 所以才会表现得相当焦急 被孙并的简造之际所诱骗 带领精锐部队急行军 目的就是要活着孙并以血前耻 后来遭遇埋伏而身亡 发出了碎尘素子之名的悲态 心中的不甘尤其可见 旁军死后齐军乘胜追击 揭灭了魏军十万人 俘虏了魏国主将太子生 经此一战魏国元气大伤 失去了霸主的地位 而齐国则称霸于东方 旁军因常年珍寒伐兆 逃土抗齐 致使树敌众多 以至于魏惠王下令后葬不久 他的陵墓即被偷绝毁坏 曝师荒野 因为他的首级在齐国 孙并为其在滋灵刘仙湖 另立了碑文 保存至今 旁军墓位于今天的山东省 滋伯市滋川区江军路 接到办事处江军头春东 好了 今天的名将故事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 请点赞订阅收藏 祝你有愉快的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